昔日同学居然变成了怪兽 各种各样的危机接踵而至 数不尽数的怪物席卷而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学的实验课 学生们用怀表做传送测试 只要放上传送器就能隔空传物 结果在地上炸出身不见底的坑洞 众人阴差阳错掉进地狱之中 只剩下一个卷发小哥没有遇难 其他人在昏暗的地下空间醒来 这里氧气稀薄温度过高 彼得还出现了幻觉 大家觉得这里不对劲 马上寻找出去的地方 不料猛地窜出一个怪物 众人拔腿就跑 来到一扇大门前 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地狱 因为后面的怪物紧追不舍 他们只能咬牙躲到门口 小黑意外发现那块怀表就在地上 也许他们的失误 打开了某个维度的传送门 按照门上的备文所说 难道这里就是地狱 这时艾娃看到同伴崔西的手链 地上还有串血脚印 他们正担心同伴安危 不远处传来铃铛声 众人赶紧躲到暗处 只见一个怪物拖着推车路过 上面好像装了很多尸体 它闻到人类的气味 拎起斧子四处巡视 好在怪物没有发现主角团 推着车子走远了 既然这才从掩体后钻出来 得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主角团在黑暗中摸索 到处都是悬挂在木桩上的尸体 走到半路 施莱德突然大笑 他觉得这只是一场梦 世界上没有地狱 施莱德拒绝继续向前 可天空中掠过巨大的怪鸟 其他人吓得四处逃窜 只有施莱德不信邪 非要站在原地 证明这是梦境 下一秒 怪物就站到他的身后 捅伤了施莱德腹部 紧接着一口吞掉男人的脑袋 既然只能丢下施莱德逃跑 他们匆忙躲进一扇门后 不料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彼得走进一间屋子 听到阵阵哭声 他寻声找过去 看见了去世的父亲 彼得小心靠近对方 却发现爸爸的嘴被缝住了 他吓得摔倒在地 连滚带爬地跑出去 彼得一直向前跑 居然跑到了教堂里 诺大的房间空无一人 他没走多远 听到艾瓦的呼声 等彼得靠近声援 却只看到地上有台DV 上面在播放艾瓦的视频 女人似乎在某处森林中 彼得抬起头来 意外发觉周围全是尸体 身后的门猛地合上 他火速冲过去开门 却发现门锁失灵 而另一边的艾瓦 来到废弃的旧楼 不时有婴儿的哭声传来 他疑惑地四处查看 走向某间厨房 赫然看到 平底锅里放着一颗心脏 一把沾血的菜刀扔过来 紧接着一个无心女人现身 艾瓦头也不回地逃走 一路上全是诡异的死人 整齐画一的歪着脑袋 他跑出恐怖的屋子 却被地上的石子绊倒 等艾瓦爬起来 身边的草地变成树林 诡异的寂静让人窒息 一群野狗追上来 艾瓦吓得拼命向前跑 结果被一个男人喊住 他这才发现 树上绑着很多尸体 但野狗已经迫近 艾瓦只能见死不救 看着狗群扑到男人身上啃食 而另一个女主路西亚 她好像在某处矿井内 地上有很多矿工扑伏前进 紧跟着爬起来 像僵尸一样追着路西亚 女孩匆忙躲进另一扇门 发现有两只尸体悬挂在房顶 路西亚心急的下楼 大声呼唤同伴的名字 可是却像鬼打墙一般 无论怎么走 她都会回到尸体旁边 路西亚崩溃地坐下休息 看到眼前的门没锁 她马上起身走进去 也来到了彼得路过的教堂 但路西亚发现了崔西 她喜出望外跑过去 抱住对方 可眼前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崔西 她献出原形扑倒路西亚 嘴巴里伸出长长的触手 静止插进路西亚嘴巴里 假崔西将女孩活活吸干 而彼得撞不开大门 正在迷茫之际 木门居然自己开了 她走进去就看到崔西和路西亚 假崔西抱住彼得 哭诉路西亚被怪物害死了 话说到一半 假崔西又开始变形 她伸出长指甲抓伤彼得 发出动物般的嘶吼 男人连忙抓起铁盆 砸晕对方 谁知耳边传来嘈杂的噪音 假崔西也爬起来大叫 嘴里还飞出无数飞虫 彼得马上逃出教堂 最后让我们看看小黑这边 他进入了某处树林 拨开藤蔓寻找出口 没想到踩到了什么东西 定睛一看 居然是具身影的干尸 不断伸着手喊救命 地上还有很多尸体 小黑发现 那个推车男就在附近 他躲到暗处观察 推车男正在搬运尸体 小黑暗自松了口气 不料脚底下长出很多藤蔓 将他缠在原地 推车男听到干尸的呼救 不耐烦地走过来 一把耗掉干尸的手臂 小黑健壮拼命挣扎 却被藤蔓牢牢缠住 这时最先掉进深坑的沃德现身 小黑焦急地喊对方名字 没想到沃德听到后反而跑了 他咬牙挣脱藤蔓 朝沃德的方向追去 小黑很快追上了对方 沃德缩在角落 让他不要过来 无奈对方不听劝告 下一秒 沃德就打晕小黑 看着自己的手痛呼 他的右手居然变成了黑色 沃德没有伤害小黑 再次回到树林深处 另一边的艾娃总算跑出树林 他坐在码头边休息 没想到崔西突然跑出来 这个女孩才是真正的人类 不是刚刚害人的冒牌货 他说自己跟沃德走散了 两人正打算坐上船离开 一个斗篷男现身拦住他们 还弯腰靠近两人 让女孩现出灵魂作为过路费 随后斗篷男吹响号角 彼得猛地从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身处课堂 几个朋友就在身边坐着 就连施莱德也在前桌趴着睡觉 彼得让小黑把他叫起来 施莱德抬起身子 脸上全是血迹 小黑吓了一跳 意识回笼 他根本不在课堂上 反而被人绑在手术台上 一个可怕的老头走过来 往他伤口上放了数条水质 虫子遇到血 兴奋地钻进伤口 一只巨型水质闻到血腥味 也蠕动着爬过来 眼看虫子就要钻进来 幸好彼得及时赶到 他说自己听到了求救声 急忙给小黑解开绳子 此时老头走过来攻击彼得 小黑情急之下 抄起注射器 刺中他的太阳穴 两人趁机离开这个鬼地方 而幸免于难的卷毛一万 急匆匆找到教授 说明传送器出现问题 两人赶紧驱车前往现场 地上的深坑不断燃烧 教授猜测学生们还没死 但是被传送到了不同的空间 一万想找警察报警 不过教授不想惹上麻烦 他索性打晕一万 把男孩绑回实验室审问 教授打开电脑查看课题数据 他推测空间裂缝还会开三个小时 那群孩子必须找到另一组传送器 才能顺利回到实验室 画面一转回到淡定的地狱 艾娃跟崔西被绑了起来 周围全是死状惨烈的尸体 崔西还发现不远处有个钥匙 他招呼艾娃一起拿 结果误触机关 一个闸刀挡过来 砍掉了艾娃的一根手指 他的痛呼引来了推车男 对方捡起那根断纸 提着一个半截子尸体离开现场 而两个男生也在逃跑 他们恍惚间听到了艾娃的痛呼 于是顺着声音处罚 找到了被困的两个女孩 小黑给艾娃的手指包扎 崔西说这里有把钥匙 但他们身上的铁链会触发机关 小黑文言挺身而出 小心地凑过去捡钥匙 果然没触动扎刀 他用钥匙打开艾娃身上的铁链 然后丢给崔西解开束缚 不料推车男走了过来 彼得让两女孩夺好 只见推车男甩动铁链 倒霉的小黑被对方击中 彼得见状伸出手抓住链子 却被推车男拖了出去 他举着斧子攻击彼得 千军一发之际 艾娃拉动机关 扎刀荡过来砍死了推车男 四人赶紧离开现场 而掉进深坑的另一组传送器 就在沃德手里 他的变异症状已经蔓延到脸部 主角团跟踪着痕迹 找到了沃德藏身的地方 大家看到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这也引起了对方的不满 沃德责怪实验发起人彼得 是他把大家置于危险境地 说着就把传送器扔进火堆 下一秒 沃德归倒在地 撕掉衣服变成了怪物 他猛地冲向众人 爬上管道跳到艾娃面前 紧急时刻 彼得砍死了沃德 仅剩的四人准备找地方休息一下 毕竟小黑还有伤在身 他们来到一处隐蔽的房间 小黑掀开衣服露出伤口 现在传送器已经烧毁 彼得提议回到最开始的那扇门 也许能找到出去的方法 当务之急是先把小黑治好 彼得让他咬住皮带 然后划开小黑肚子 烧死露头的虫子 场面极其残暴 突然一只怪物破窗而入 彼得电后砍伤对方 掩护众人抓紧离开 另一边的教授发现情况不妙 他拿起背包装好传送器 准备带伊万回到现场 两人在坑边组装传送装置 另一边的主角团跑出大楼 发现又毁到了教堂附近 地上的尸体相继爬起来 跟在主角团后面 他们一路砍一路跑 躲进一间废弃的房屋 彼得纳闷 这些死了的人 为什么还能继续行动 王者如何从地狱里出来 小黑立马想到传说中的百度人 听到他的想法 艾娃说先前在河边见过百度人 他还一个劲地索要报仇 小黑解释那是过路费 可以保证乘客安全通过明河 除了献出灵魂 他们只能找到一枚金币 然后交给百度人安全过河 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甩开大批追兵 彼得记得在教堂附近 见过很多死人 按照下葬的习俗 那些王者嘴里 可能就有硬币 众人跟着彼得找到那间房 男主忍着恶心 扒开死人的嘴 但这个人嘴里没有金币 大家只能接着寻找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彼得终于找到一枚 不曾想 金币一取出 干尸竟然抱起 一把抓住了彼得 崔西立刻举起斧子 砍倒对方 这时其他收割者到场 他推着小推车收集尸体 缓缓靠近装死的彼得 还想扒开他的嘴 找金币 男主这一下 没办法继续装死了 崔西干脆一斧子砍过去 大家赶紧跑路 谁知 倒霉的小黑又被拽住 收割者抱着他的脖子 来了一口 彼得急忙过来 砍死敌人 掩护小黑逃离现场 他们躲过一波火死人 藏到隐秘的小房间内 但他已经撑不住了 现在就剩下三个活人 他们立马动身寻找百度人 没想到误入一间影院 上面正在播放 主角团经历的一切 彼得觉得气氛 一斧子劈过去 结果斧头竟然能穿过去 他意识到 眼前的幕布是道门 只要等画面切换到明河附近 他们就能瞬间到达目的地 三人看准时机跳进去 果然瞬移到树林中 那些狗肺又开始响起 他们不管方向 先跑再说 谁知 爱娃关键时刻平地摔 狗群一拥而上 扑过去饱餐一顿 事已至此 崔西和彼得只能先跑 两人好不容易跑到岸边 大声呼唤有没有人 百度人闻声 从船上爬出来 伸手索要过路费 结果 彼得的裤子漏了 金币早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百度人很生气 直接扑倒男主 彼得情急之下 掏出怀表 解释这是24K纯金打造 百度人表示 只能带一人过河 彼得让崔西先上船 然后偷偷摸起斧子 一下砍掉百度人的头 头骨瞬间消失在鸣河中 化成阵阵白色烟雾 主角两人划船靠近核心 此时教授的实验奏效 地狱空间上方裂开缝隙 那就是唯一的出口 但百度人的骇骨 化成一只巨龙 咆哮着冲出水面 小船正逐渐向出口靠近 彼得不能让巨龙坏事 他站在船头 挥动斧子反击 闪电照亮眼前的巨兽 尽管彼得奋力划船 但他还是被巨龙抓走 崔西抱着尾杆 被时空漩涡吸到空中 紧接着巨坑传来一阵能量波动 伊万盯着洞口 发现崔西爬了上来 他和教授赶紧把女孩送到医院 幸运的是 彼得也没有死 他被龙带到了另一处出口 一伙俄罗斯人把彼得挖了出来 崔西和彼得小情侣 顺利离开了地狱 倒霉的只有单身狗 影片到此结束 各种B级片元素揉杂 特效廉价的让人心疼 演员的演技也烂得让人捉急 传送门的基本理论 导演都没有给出解释 感觉他不想拍一个好故事 只是想复刻一下想象中的地狱 所以场景做得很用心 各个主角流落到不同的异空间 有种主题公园即逝感 故事元素以及NPC设定都不错 如果开发成游戏 应该是蛮好玩的